原标提杨密的皮衣饭 离婚恢复单身越发风韵 33岁他穿衣打扮太棒了 要说在寒冷的季节 不愿被厚厚一桩包裹得像个北极熊 最屈指可数的打扮 就是皮衣装了在喧闹的街头 不难发现这么打扮的美女 而在娱乐圈很多明星 同样是如此打扮一来 可以代替厚厚的衣装 二来又可以展示完美的形象 今天渔文就来聊聊杨密 要说2018北墨最劲爆的消息 莫属杨密和刘凯威 离婚了两人原本想要低调的办理私事 却没想到粉丝们的呼声和关注度 太高以至于成为不想上头条 却成头条的明星 好在她们的婚姻破裂亲行 还在为了孩子 也为了给彼此一个完美的留念 没有过多的纠缠和平 分手了 从离婚到融入工作 杨密真的不愧是众人口中的女强人 没有半点的拖泥带水 但话说回来 娱乐圈明星本就是个竞争激烈的行业 稍不留意 就会成为过去式 搁在任何人身上都是容不得马虎的 再则谁愿意因伤心牺牲多年的打拼 谁又愿意放弃赚钱呢 如今恢复单身后的杨密 挺令人刮目相看的 一是投入很快投入到工作当中 没有受到婚姻的任何分心 二是原本就大美女一枚的她 而今更加风云迷人 这不近日她参加活动活动照 迅速走红 引得了网友们的一致认可 身穿个性皮衣搭配露半腿长裙 加上淡雅的妆容 使得她光彩照人 一亮相就成为全场的焦点 站在舞台上 手握话题本言与流畅台资端庄 这身打败真给杨密加分不少 这也难怪这组照片 能让众多网友赞誉 拜祷在她的十六群下 三十三岁的年龄 三十三岁的凯旋事业人生 能在这个年龄成为家业户晓的一线明星 能靠着不服输的心态 去战胜一切 尽管婚姻不顺利 但是有着事业强劲的西洋密 同样是最璀璨的一颗明星 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使用